大家好 这里是袁某人 LPL即将在8月初打完所有常规赛 这也意味着紧张刺激的季后赛即将到来 再有4个S赛名额的LPL 每个队伍的目标都不可能只是季后赛 但想要去往世界赛这种更大的舞台 谈何容易呢 所以本期我会结合队伍与其中关键选手的问题 综合分析 来跟大家探究一些队伍存在的问题和发病的根源 本期的主角 涛博 作为第一期的选题 主要我是考虑到涛博的问题很有代表性 他们不像RNG属于版本适应度问题 也不像京东这种就纯选手上线不足 涛博这个队伍有奇怪的不协调感 而为了解决这种不协调感 涛博不断的进行选手轮换 上路369到晴天再到369 辅助卓到预言家再变回卓 换来换去可发病的症状却从不减轻 可以说是轮流犯病的经典病房了 所以我袁医生今天就来把把脉 分析分析 雷大哥为何平平失灵 有超神中单的队伍 你圆满又还差几步 那我们先从整个队伍的问题出发 作为一个去年世界赛四强 春亚下冠的队伍 常规赛这个成绩是必不可能满意的 而从今年战马来到后 涛博就一直陷入一个奇怪的怪圈 叫做进攻翻兵 俗称送或者上头 你往往都看到涛博在某个阶段 突然发起进攻 上下半区同时开战 然后一波乱战交换过后 要么自己练 要么对手练 最骚的是 涛博的进攻往往是先赚后亏 而有时涛博会在某波节奏里 瞬间崩盘 一亏就亏大发了 这显然不是一个正常现象 这病症是什么 我们得从案例中来探讯 在面对IG的第一场比赛里 双方打野都决定往下半区刷 而喀萨是放眼在自己红区 然后让上路帮开 赵信由于前期刷野效率不如拉夫 那对抗也不如拉夫 所以他肯定是希望避开拉夫的 先稳住野区 再去线上抓节奏 而由于TheSide入侵监攻 那直接暴露了喀萨的位置 喀萨陷入了下风 因为他不知道拉夫位置与路线 但拉夫知道喀萨的路线 这种野区对位劣势时 线上就肯定得更小心 也给机会 同时中路由于线权问题 露露在F6放的这个眼 阿卡丽是没有发现的 所以前期喀萨是被IG牢牢的抓住了位置 这种野区劣势能理解 毕竟前期的阿卡丽嘛 打野肯定得像凡凡一样坐一下牢 但我们注意下路 作为Tobo此时唯一的优势点位 他们是需要撑住游戏前期局势的 他们跟其他路的协作了 否则优势路反而会因为激进变成突破口 三分开始 Tobo在下路就开始换血 就这一波换血是完全没有问题的 因为正常情况下拉夫肯定是速四 针河蟹嘛 三分钟肯定不会在河道 但问题在下一波 这里喀萨是比较小心的路线 速三然后吃红 他不知道拉夫位置嘛 中路有没有线权 那他肯定是想避开拉夫拿河蟹 所以照姓是吃F6 然后往上半区拿河蟹 你只能说喀萨的选择比较保守 但绝对不是问题 不然他走到河道碰上拉夫家路路 交闪都不一定能走 尤其是前期扫描 还因为晒提天雕的情况下 但注意下野的协作 Khasa已经摆明了 要去上半区已经在吃F6了 但Tobo的下路却勾了上去 这就很奇怪了 在已经拿到血量优势和线权的情况下 在三分十五秒这个河蟹刷新的阶段 Tobo下路最合理的方式是 有眼的这个拉夫先去作眼 确保河道的安全 然后稳稳地吃完这波线升三级推线 同时中路利用回推线将眼门一放 这样基本下路就安全了 又能继续压个两分钟 这样打 赵信和线有了 下路也安全了 也非常合理 属于Tobo这个阵容应该拿到的前期优势 也能拿到 虽然阵容有点难发挥 但后面再找机会运营呗 但Tobo不想那么稳 下路就上去了 然后在河道的拉夫直接下来 这里四级的拉夫是完全不怕反蹲的 因为赵信如果在反蹲最多三级 何况他也是知道赵信位置的 德莱文再强势 那也只是在ADC界拽一拽 这四级拉夫连他哥哥都能躲 那这波肯定没有操作空间呢 而拉夫拿到优势后 那后面赵信的发挥空间 优势不可以缩小 这里德莱文闪现一交人头一给 第一个突破口就出来了 这五分钟没有闪现 后面爱希加日女 那就很容易在下路反向提款 本身阵容容错率就不高的情况下 Tobo因为协调上的问题 给了机会 这就是队伍撕裂的表现 俗称古加尔综合症 一个队伍两个头都想做事情 那就很容易给机会 而Tobo不但在决策层面容易有偏差 往往会因为判断存在偏差 所以执行也会出现问题 我们再来看一堵镜头 RA打Tobo的第三场 这把比较经典啊 就是JK Love经典结构的那一局 盛容是真的吹不上 我说实话 但这钩子 哇 JK Love 我JK Love还是很自信的 这波 打开了局面 我们看向前期 6分30秒 RA中向拿线权 想要下路越Tobo的塔 这里一开始 RA的站位已经有一点勉强了 兵线其实不太支撑RA进一步越塔 同时EZ有闪有益 操作的空间很大 何况中路赛拉斯虽然被压在塔下 且蓝量见底 但考虑到手头有饼干 所以Tobo这波是存在操作空间的 注意此时Tobo选手的站位 没闪现的着第一时间交易后撤 没有问题 然后Kata的反蹲赶到 RA此时觉得不好越了 开始有后撤的迹象 Tobo选择打还是撤 都是完全OK的 有意有闪的EZ想走 那金克斯和锤匙是肯定跟不上的 Tobo是想操作 所以杰克拉夫没有第一时间撤 那瑞兹开车过来 同时塞拉斯也立马交TP 下路形成五包次 RA是知道前天没有TP的 百分之百不会过来 到这一刻Tobo的操作空间都很大 但此刻来看Tobo的古加尔综合证 第一视角里Kata标记了鳄鱼 同时站位是跟杰克拉夫一致的 可注意卓的位置 他的想法却是想撤 这一瞬间的想法偏差 立马导致他脱离大部队 就本来这一波RA能够杀一个 已经是不错的结果了 没想到不但把Tobo的技能全部打了出来 还强杀了Jekilov的EZ 还额外送了一个辅助 这种就是Tobo今年最大的发病症状 锦上添花 这波卓要是直接跟Kata和Jekilov一致 那往塔下撤 就算卓被秒 那Tobo后续的操作空间是绝对比现在要霸很多的 转我不敢说 但起码不会亏那么多 这种各打各的 就是古加尔综合证 或者是慢性蓝胖炎的综合表现 这样的情况 你能在今年Tobo的比赛里看到太多了 选手之间的协调性不够 想不到一块去 俗话就叫磨合不琴 而由于Tobo的进攻是偏向于临场局策 这导致他们的进攻性会很强 往往两个人就能确定进攻的方向并且执行 那这种决策习惯的优势在于启动快 抓机会能力强 一路一个破绽马上就被揍 那对手往往会被连环组合拳打到崩盘 所以Tobo打得爽的局 往往人头数会很夸张 比如春季赛打苏宁 Tobo19分钟拿了23个人头 打春天的RNG 也打出了25分钟30个击杀和24个击杀的恐怖数据 逐渐这种决策习惯上线有多高 而跟Tobo完全相反 就是RNG这种慢决策型 他们的联动往往是三角型 比如上中野啊 上野斧啊 中野斧啊 这种联动 这种联动的决策习惯往往止损会更好 因为如果是两人决策 要是判断失误了 一个出问题往往另一个也跑不了 而三个人以上的联动实在不行 还可以慢一个 人数少 决策快的联动 抓机会能力强 启动速度快 而人数多 决策慢的联动 止损能力强 执行力也强 三角型具有稳定性嘛 所以RNG的比赛是慢刀子 人头累积的慢 可经济拉开的不慢 韬伯是快刀 人头竖起的贼快 而经济也拉开的贼快 那只能说风格不同 没有优劣 如果看2020年 其实韬伯这套架构是完全没有问题的 但2021年 韬伯的这种决策习惯 导致的负面情况却越来越多 因为曾经最稳定的点出问题了 本来韬伯有双C 有卡尔萨这样的节奏大师 理论上他们的上线和下线 都是能得到保证的 而卡尔萨在今年 作为承担下线的稳定器 却失去了往日的光辉 这原因就卖人寻味了 作为版本优等生的他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不稳定的情况呢 明明曾经他才是操博最稳定的环节 这就得再跟大家重新剖析一下 卡尔萨这个选手 作为一个经典的节奏 控图打野 卡尔萨的优势 在于对于野区对位的抗压能力极强 什么意思呢 我们就得先站在打野的角度来看地图 地图在打野玩家的眼里 对于不同打野玩家来说 这四个地方优先级是不一样的 同时擅长掌握的区域也不同 因为没有任何一个打野可以做到 又干卡线上 又反野限制对方 然后又控中益资源 然后自己的野区都掌握住 法语完全不落下 没有这种打野选手 因为打野玩家的时间有限 打野的每一个选择 都是要付出以时间为代价的机会成本 所以对于这四个领地的优先级 和掌握程度的不同 就区分了不同的打野风格 每个打野在对于领地的偏好 就是不一样的 这个是打野的游戏习惯导致 跟英雄选择无关 所以有些打野玩家 突然某个版本开窍了 疯狂上分 就是因为他的偏好 刚好碰到了合适的版本 而KASA作为空图流打野 他的优先级主体 基本上中立资源到线上 再到自家野区 反野对于KASA这种老打野来说 优先级并不高 打野能感觉到吗 KASA对于限制对方打野 其实兴趣不是很大 但如果横向对比 KASA比起S10的他 其实数据没有太大的下滑 作为节奏打野 那最重要的指标 场均助攻 没有太大的下滑 参传率也跟去年的常规赛大差不差 但我们不能忽略 版本节奏的变化 去年夏天 是逐渐变成野河的版本 而今年 你已经不怎么看得到野河了 曾经最喜欢野河的京东 现在连旧赛都没进 而KASA 作为我们曾经跟大家说的 版本优等生 那春季赛还好 KASA还能跟得上 但到了夏季赛 KASA适应的 就明显不快了 为什么呢 这就得说说对于打野来说 最重要的一体版本了 S10 打野之间比拼的是野区的规划能力 也就是中立资源 比我野区的掌握力 GANK线上的能力 对于打野来说 并没有那么重要 所以堪用这种几乎不抓人的打野 登顶王座 而大家如果有印象的话 KASA 算是S10打野选手里的一类 因为他是凭借超强对于自己野区的掌握能力 云出了一部分 GANK线上的时间 而到了S11版本 大部分情况下 双方打野比拼的还是中立资源和自驾野区 大家对敌方野区的兴趣明显下降 毕竟你刷自己野区就已经可以刷的很肥了 所以打野逐渐把GANK线上 重新拉回视野里 比较有代表性的就是为了绝食GANK了 当然春天的KASA其实状态还可以 不说80分 70分还是没有问题 除了团战臭一点外 节奏还是有的 但到了夏天 一个版本改动极大的影响了野区节奏 那就是S11.10版本 拳头将野怪营地的刷新时间 增加了15秒 同时找回了经验追赶机制 不断的微调野区 让春天打野只要刷自家野区和中立资源 就能刷的天匪的情况不复存在 野怪刷新的时间久了 打野有更多的时间去做别的事情 不好吗 这理论上应该是对KASA这类选手的加强 毕竟KASA的控图和抓人确实是顶级 但实际上却是反效果 为什么呢 因为版本的英雄池有问题 现在已经从野核逐渐变成了刷野快的团战工具人 之前的兰博 莫甘娜 这些英雄都不是纯节奏打野而偏向于控图 你选纯抓人的打不过控图的 选控图的抓人能力厂 两者兼备的团长没有办法开团 没有称手的英雄是第一个问题 其次是节奏 这个版本虽然野区刷新慢了 但打野还是得刷 因为神话装太贵了 所以自己的野区还是很重要 而且峡谷也特别重要 因为你不控线上就爆了 中立资源也很重要 但你控中立资源 这个版本你还是得看线上脸色 所以自己的野区还是很重要 打野是跪着要饭的 你线上没线权 你野区控图再强也扯淡 可你打野想要解放线上 你得抓呀 可你英雄又不一定好抓呀 这个平衡是非常难掌握的 因为本身涛博是没有特重的队伍 上中下其实涛博都能打 也都打过 这就要求打野选手在多方面能力都得强 你得保证自身发育 你还得会抓 大家可以这么理解 就比如S10的版本 野区是张100分的试卷 打野选手必须掌握的野区规划能力 也就是敌方野区与中立资源占大头分值 你在这两块表现及格就有70分 而像什么干客线上这种 你发挥的再好也就是20分的分值 而KASA他总能在每个版本找到 占大头分值的提醒去重点修炼 所以他每个版本都不弱 甚至有些版本契合他的偏好 甚至还能拿满分 但这个版本没有重点提醒 什么都重要 同时又什么都不那么重要 所以KASA懵逼了 因为优先级不好定了 没提醒了呀 KASA在这个版本尝试非常多 他吃过主gank的蜘蛛 用过逆版本的绝货酒桶 包括被淘汰的蓝薄 偏向于团队的扎克朱妹 小月造星包括野荷的破坏王 总之在这个没有重点提醒的版本 KASA的雷达变得很不稳定 他不是用不了 也不是完全失灵 只是暴挫的屏次变高了 KASA的下限出现过于频繁 导致本来就依赖KASA节奏的淘薄 变得更加不稳定 不懂大家有没有感觉 就是往往给KASA有明确定位时 他的发挥可以很稳定 他扎克的任务就是去带节奏 那没问题啊 KASA狠狠的gank 很快就穿透了对方的防线 但第三把猪妹 他不但带节奏 他还得保证自己发育 要不然这个阵容团战活不下去 然后还得控地图资源 否则后期淘薄这阵容打不赢 然后这局你就能感觉到KASA的迷茫与急躁 尤其是当对位的打野疯狂做事的时候 就这一把一开始hiker的巨魔 是反常规的乱抓的 先是蓝区速三抓中 然后刷完红区去上路蹲入隔温 hiker的节奏是gank为主 那猪妹不可能的前期跟巨魔比抓人的嘛 目标肯定还是速六 巨魔由于gank线上 所以KASA前期可以双核卸开 这种情况下猪妹的经验肯定是领先的 然后我们看KASA的选择 巨魔出现在上路 所以猪妹取消回程 然后反一组蛤蟆 这里没有问题 同时中路是推线的 刀妹和发条都没闪 这里算是一个机会 刀妹空了比翼双刃 要不然KASA可能不用死 但一换一 虽然涛博不算很赚 但亏肯定是不亏的 但我们看此时的场面 KASA第一轮是吃了八足野 双核蟹加自家五足再加敌方一足蛤蟆 再包括中路月塔的经验 这第二轮出来时 大家可以注意 KASA排完上路野已经五级了 也就是说 他只要刷完自家的四足野 那就是妥妥的六级 大约可以在六分半到七分这个区间就升六级 这对于猪妹来说肯定是够快的 而巨魔选择在猪妹路头上路的时间节点吃小龙 第一条小龙让了其实问题不大 关键是猪妹后续必须要抢节奏点回来 那此时从我的理解来看 猪妹的第一个大招必然是中路 因为发条带了新街洞西嘛 闪嵌是比刀妹赚的要快的 就对于双方这个中野组合来说 其实就是谁的打野先铐 谁能先手 能先手就能抓到机会 谁就能占据上风 但KASA后续选择了卡上路六级的timing 来抓一波上路 然后这波六九格的技能也空的一塌糊涂 最终KASA被卡杀 同时UP的野斧对中路门响的刀妹开刀 完成了击杀 这波打完中野的节奏就碎掉了 就KASA前期的两拨选择 其实都不能算错误选择 中路如果是KASA先手 再接比喻双刃 可能猪妹就不用死 而369的格温多中一个技能 可能也能完成击杀 但我们回过头来想 对于猪妹这个英雄来说 倒六和没倒六区别就是非常大 有大招的猪妹威慑性 KASA是不可能不知道 况且猪妹是已经前期拿到了 双和蟹加一堵反野的情况下 在这样的开局下 KASA的选择是连着两拨GANK GANK本身是没有问题的 但大家要匹配自身的发育情况 连续的两拨GANK 就相当于将前期野区的经验领先 置换成线上的优势 但问题在于 此时地图已经没有资源了 而且人家巨魔是先出手的一方 那猪妹再什么跟着抓 也只是止损而非找回优势 双方这把的焦点肯定是中路 因为刀妹是一个一旦对线烈士 团战就掉线的英雄 而且Night卡兵线也是把兵线 空在了一个好配合打野的位置 可由于KASA将第2次GANK放在了上路 还死了 直接就导致了中路压力巨增 就直接被UP不当人就越了 只能说KASA太着急了 这个节奏感很混乱 这个混乱不是每一局都出现 但当出现时 KASA往往就是披萨 我再强调一次 这种GANK选择本身不是错误 但问题是这种 存在一定操作空间的GANK机会 代价就是不稳定 在过去KASA只要出手 那就是赚 赚多赚少的问题 但这段时间KASA许多出手 都属于完成了击杀 也不一定赚的情况 这也是为什么KASA的数据 并没有很大的下滑 但大家明显觉得他的表现 达不到预期的原因 像现在成绩好的队伍 选手都是基于 队伍风格有自己的小侧重 比如RNG是优先抓人和中立资源 而EBG是中立资源和自家野区 而TAUBO由于构架问题 KASA如果不带节奏 那么他们只剩下打线这一种起节奏的模式 而我是教练 我也不可能让Night 像DUINB那样去组支援嘛 所以KASA就很尴尬 他可选择太多 反而就选择困难症 何况这个版本打也是可以升格的 比如说我这把拉夫前期很顺 那我中期就是大哥 抢MVP 反正什么风格 都有自己的立足点 当然 讲KASA不稳定 不代表TAUBO 这样是KASA一个人的问题 其实大家都各有各的毛病 但队伍 选手有缺点是非常正常 关键在于如何用团队 去掩盖个人的缺点 发挥个人的优点 这才叫团队嘛 KASA在当前版本下的不稳定 不但没有因为团队架构来掩盖 反而被放大了这种不稳定 就最后我们再来讨论队伍的轮换 大家能感觉到 TAUBO的协调 其实一直没有达到顶峰 所以很多失误 大家都可以用配合的 并不是很到位来理解 包括轮换嘛 本次也是比较支持的 买新人 或许会更契合嘛 那买卓 想提预言家 可以理解 买晴天 想提369 也能理解 但具体的轮换模式 这我就有点搞不懂了 就一般来说 你买新人 肯定是先跟队伍积累经验 慢慢轮换嘛 得帅上来也是跟Duke打轮换的啊 TAUBO倒好 晴天和卓 就是上来就直接首发 然后一发就很长一段时间 发挥不行了 顶不住了 再让369和预言加回来 这种轮换 对于选手的压力是很大的 就两个LDL的新人 你上来就是顶级强队的待遇和要求 两个有经验的选手 一下子变冷板凳 那两方的压力都很大 而且对于新人来说 上了LPL肯定第一年是要交学费的 学习为主 但对于TAUBO其他人来说 今年就是要出成绩啊 就大家难道指望每个新人 上来就逆天乱七 没有缺点 可能吗 确实吗 就之前预言加369 都属于有自己的优缺点嘛 但现在轮换也只是换没有轮 上来就想让新人把队伍的缺点弥补了 然后还想保留队伍原本的优点 这未明就优点 20年 TAUBO在春天 也是接连引入KASA和Jackie Love 下期赛最终拿到冠军 世界赛四强这样的成绩 已经很不错了 大家也理解 那队伍有短板 有能提升的磨合空间 所以要买选手 这很正常 关键在于你怎么用 换人就相当于要重新磨合 TAUBO这个队伍上线有水手 这已经足够奢华了 换人肯定要稳定的保下线 但换的是新人 你得给时间给经验 之前大家说369打的不好 当然369也确实打的不好 但369的问题在于不稳定又吃资源 然后开团可能把握不是很到位 OK换今天开团可能好了 但对线和英雄吃又有点抵不住 那下季赛刚开始 JGLAV打的比较奔放 成绩有起伏 OK后面JGLAV稳了 没之前那么装备了 难道套博表现比之前更强吗 也没有啊 你说左手之前是销售 现在人家够C了吧 套博的不稳定 本质是他们的打法风格 就是吃磨合 他们本来年轻选手为主的构架 看到机会肯定想操作 轮换并没有解决队伍整体的问题 而是不断放大个体选手的缺点 拆了东墙补西墙 队伍的磨合本来就是为了稳定下线 同时缓慢的发挥选手的上限 但套博的轮换 却给我一种试的感觉 磨合了一段时间 选手不合适 立马拆下来换 然后换的还是没有经验的新人 赌新人个个都是Mako这种呗 上来就是硬性拉满 我认为正确的替补 应该是彼此的兜底 既合作又竞争 而非纯竞争关系 就像比较经典的替补组合 侯爷Faker 德塞Duke 湘伯Casa 他们其实彼此是作为互补的战术补充 而非粗暴的替换 大家要明白每个队伍是不一样的 套博本身有水手作合 这种年轻的队伍 你再大有潜力的新人 那请问成绩的学费谁来给呢 套博本身打法就不像方plus那种 我中路蹲一臂站着 体系就摆在那 套博是比较高自由度的 对于新人来说 发挥的空间大 但压力也大 都没得到啥成长 时间全拿去磨合了 连队伍人员都不稳定 那队伍发挥怎么可能稳定呢 这种轮换的逻辑 对于队伍协调就是一种破坏 越轮越不稳定 你看IG下路排列组合那么多 轮到后面能轮出啥好结果吗 我再强调一遍 我不是认为369不需要替补 或者预言家换作不对 而是直接把老的踢开上来就是新人 这种简单粗暴的轮换模式不对 像369和晴天 其实从英雄词和打法就大为不同 他们完全可以互为补充 打不同风格的队伍就交替着用 累积经验的同时有人兜底 同时团队也不需要花太多成本 去适应新的选手 这样晴天和卓的压力也不会这么大 淘宝要解决的是下线问题 而稳定下线就得先做到队员本身心态稳定 你队友都不稳你心态怎么稳 而且我觉得很可惜的是 淘宝本身一个很年轻化的队伍 他们本身就应该打得很有活力 但不合适的轮换方式 让年轻选手不敢犯错 因为你犯错就可能没舞台 我还是那句话 任何选手都有缺点 好的团队应该是能弥补各个选手的缺点 而不是只看到选手的缺点 然后打不好就放大缺点 然后轮换 战队运营 运营运营 你要运用好选手才能赢 抽卡赌运气是不对的 我对套博说这些很大一部分 是因为套博本身就是冲着冠军去的 想要夺冠 那不是你长版有多少分 而是你短版能不能顶住 你说水手上线高 那EDG双C上线也不低啊 方普拉斯也不差啊 RNG更是笑笑不说话啊 强队级别的队局 往往比的不是你的C有多C 而是你的短版部分能不能顶住 RNG打MSI 果子哥要是发挥不好 他们能夺冠吗 一个人人都carry的队伍是不存在的 如果他存在 那就证明这个队伍的实力 远高其他队伍一大减 那你套博能做到吗 很难的啦 这个道理我觉得大家都应该能理解 对于套博这种年轻化的队伍 如何让他们保持年轻人的活力冲击 却又有稳定的下限发挥 是他们要想更进一步的重要课题 其实这个期视频 我是不太想讲轮换这个东西的 毕竟等下又来说带节奏啊 但我觉得套博这个队伍特别可惜 他们本身就是一个为了冲击冠军而组建的队伍 选手有那么年轻 有那么多未来 他们应该能打得更好 NITE一个赛季30多个探杀 但这个成绩大家不觉得很可惜吗 因为现在打比赛 从俱乐部到队伍构成 每一个环节的息息相关 可能一个好的气势 就会让队伍有不一样的精神面貌 当然你问我咖啥该怎么适应版本啊 套博怎么稳定联动啊 我只是一个UP主 我只能提供我的思考和分析 具体的情况还是要看他们自己的思考 而且我说的也不一定对 毕竟我只是从套博比赛中看到现象进行分析 仅供参考 因为我也蛮久没做分析类视频了嘛 之前要么是只聊选手 要么是聊版本 队伍的发挥我也常常只是从复盘的角度来聊 这期视频其实聊的还蛮杂的 队伍的构架 核心选手的不适应到赛训层的运营 对于观众来说可能只是一期分析 但对于我来说也是新的尝试 不知道大家喜不喜欢 再强调一遍 这种内容只是我个人的思考 不代表答案 也希望大家不要拿我的分析去当结论 我欢迎不同的看法和讨论 不要上来就阴阳怪气 骂人就行 然后喜欢这类型的视频 麻烦大家一定要三连和关注一下 如果反馈好的话 后面分析其他队伍 也会按这种分析模式 当然这个小诊所栏目 分析的对象是一些有问题 有的旧的队伍 像有些已经埋来的队伍 就别问我为什么不分析了 不是屁股问题 也不是热度问题 是真的没啥聊的 好了本期的内容就这么多 这期9000字 我也准备了挺久的 所以觉得不错的话 麻烦给我一个大大的三连 然后下一期的话 我会看旧赛各队伍的表现来分析 主要是研究那些能进世界赛 但存在一些隐患的队伍 这种分析内容啊 没有办法固定更新 选材的话可能会讨论一下有趣的问题 比如说 牛宝离荣物放不辣子还差多少呀 或者EDG的上野 到底再如何才能更进一步啊 像一直赢的队伍就不分析了 分析了又得别人说什么 无脑吹啊或者毒奶 稳定更新的内容 还是以复盘和版本解读为主 老番的话休赛期 大家懂得都懂 总之摆烂什么的 有缘某人只要身体还行 那就绝不摆烂 那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